我是SETIVAS的私卧品牌顧問 那我是私卧的執行總監Dol 那我們公司base在台灣 但是我們在上海跟青島有我們的服務據點 在這些年來我們完成了 11住行娛樂產業的品牌插旗 那在開始今天的議題之前 想跟大家回顧一下 今天的一個小小的歷程 我搭乘捷運轉高鐵 來到這個會場 在捷運的過程中我發現 隨著疫情的降溫以後 國旅開始復甦 然後有飯店業者開始跟三立又進行聯名 我滑了一下 訂房率還挺不錯的 然後出了這個捷運站以後 我走在路上撐起了大正風的陽傘 讓我今天有一個很好的心情 來到了這個會場 那來的時間還有一點點時間想說 我這時候走到便利商店 是要來買個聯名的預飯糰 還是來買個聯名的蔬食便當 然後我現在站在這邊 但我想著等一下我要來個下午 才好犒賞我自己 Maybe 是星球工坊 聯名的爆米花品牌 搭配個鮮爐坊的 就是單一牧場的鮮爐 你們會發現 其實聯名這個議題 在我們現在的生活中 已經無處不在 那當你想要用聯名去做操作的時候 你該怎麼樣做得更好 然後把這個流量 再導到你的品牌 來成就你的品牌呢 那隨著網路演算法的改變 你一定會發現 你現在滑手機的時候 你如果點開了一則廣告 這時候一窩蜂的廣告 就會一直投放的進來 其實我每個人都已經被標籤化了 而這個標籤其實也形塑出 我們的一個同溫層 那當品牌業者 他其實想要再打到 這個同溫層的時候 就顯得很困難 那聯名的操作的手法 就是我可以跨一個同溫層 去吸引我其他的客群 今天為大家分享一題是 1加1大於2 如何透過品牌 成品牌的就是跨界影響 來為你產生更大的品牌流量 那在數據顯示 發現以目前的聯名方式 最多還是以品牌成品牌聯名 其次是藝術家跟KOL 那麼聯名對消費者最大的魅力 其實來自於他的稀有性 那透過聯名 其實業者會願意多出一份力 那這樣情況底下 其實做出來的東西 就更有設計感 然後更具質感 而且當有這個聯名的時候 其實他更可以穿造市場的話題 那什麼東西是讓消費者 掏出腰包的原因呢 其實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實惠的價格 這邊價格並不是只說便宜 這件事情 而是其實每個品牌 在消費者心中 都有他自己一個錨定的定價 那透過聯名的方式 其實就可以打破這個定價的區間 那接下來就透過吸引信 收藏信 以及打卡炫耀這件事情 社群 是一個很大魅力操作的空間點 那縱觀上述來說 其實業者做聯名有三大最重要的目的 第一就是引發話題 他可以創造一波市場的話題 而如果你是一個老品牌 其實你可以透過聯名的方式 去扭轉一些市場對你的觀點跟想法 第一部分是交換流量 它的好處在於說 對於你的舊友顧客來說 你可以鞏固他 知道你有新鮮事發生 對於你所聯名的那個地方 因為你打破這個同溫層嘛 所以其實可以有效去吸引 接觸其他的新客群 再來是過往 就是台灣是中小企業為主嘛 大家行銷預算有限 那我透過聯名的方式 我出一杯我花一份力氣 對方也花一份力氣 其實交叉行銷以後 你的效益就擴長得更大 那聯名這一題其實博大的行程 就是剛剛講到我們日常生活中 到國際的品牌其實都在操作這個話題 那今天是比較focus在 中小企業的聯名操作來做一個討論 如何在你口袋預算有限的情況底下 選擇一個適合你聯名的方式 然後從而小兵力大功的這個結果 那我們歸類了一下 在中小企業裡面其實常見的聯名有四個手法 就是大家看到這四個 那這四個之間其實沒有誰好誰壞 純粹就要依據你現在品牌的這個需求的要點 來選擇哪一個聯名對你來說是最好的方式 那先分享第一個就是 IP配方跟技術的合作 這個合作方式通常普遍比較出現 是在於就是通路貨架的零售品牌上面 那例如呢 像阿華田他擁有很好的飲品的風味 所以當他這個風味已經被大家廣為人知的時候 其實就開始很多的食品業者就會找他來做聯名的合作 因為他其實如果你是一個機台業者的話 你一定知道 秉體這件事情是食品的一個關鍵 那你不可能一直改你的機台 每天換音台這也是很困難的 那我用配方的改變 其實我就有新的產品推出這個市場 像乖乖跟瓜瓜圓的聯名也是這樣的操作方式 那抑或是其實越來越多的IP授權 為什麼IP越來越紅 就是因為其實IP他本身就已經自帶粉絲跟流量 那我透過IP授權的方式 其實可以再炒一波 就是我把喜歡這個IP的角色的人 吸引過來我的品牌裡面 為我品牌創造更大的價值 那第二種方式叫做加成行銷 那加成行銷的意思就是 OK 像剛剛那幾個案裡面發現 其實大部分都是在實體跟線上通路 直接擺在那邊進行販售 那加成行銷就是我們兩邊都各自再多努力一點 把這個效益再做得更大 以金聖宇為例 就是他跟UNIQLO在推出了這個聯名的 就是檔期不知道大家沒有留意到 他推出了就是在10那個台北旗艦店的地方 然後推出了他的獨特的產品包裝 那這個包裝在UNIQLO的門市裡面 也有他的飲品的販售機 然後甚至在UNIQLO的就是UTME的這個平台上面 也有印製他們的T-shirt 開始更深的用品牌溝通的方式去做更多的 跟這市場有更多的連結 那在科技產業裡面也很常見 例如像文軟跟故宮之前搭了一波活動 推出了新的文房四寶 講的就是我如何透過用技術的角度 科技的角度 去跟文化產生更多的聯名跟交流 那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我們服務過的客戶 如果你想要電競品牌 maybe你就一定會想到 這上面的其中一個brand OK 在國際知名上都已經非常的大了 那我們服務客戶是ZEDEC這個牌子 那如果他想要像前面那幾個電競品牌 用一樣的方式去打這個市場 他有他的難度啊 因為他們在那市場已經站得非常的穩了 然後這個市場也很難再切進去 他一定要投入更多的廣告預算 那ZEDEC的做法怎麼做呢 他其實切的是一群比較小眾的TA 他講的是一個比較超跑等級的玩家市場 就是講的是一個beyond the boundary 我突破界線去做這件事情 是更有創造力跟冒險精神 這群態度才是我的客群 那他的做法是他在打到國際市場的時候 他做的事情是跟當地市場知名的改裝機的好手 就是非常niche的KOL 然後來做聯名的合作 那這個聯名是他會邀請這些KOL說 你們想像一台你們想要的主機講怎麼樣子 你們把它做出來吧 我用我一切的科技去support你做這件事情 那他在市場上就開始產生話題了 因為KOL過去沒有做過這麼好玩的事情 而且有人來support這件事 所以他就把他所有的創作過程把它記錄下來 那Zatech也很厲害的 不管你想要什麼樣的idea 我就是能把你這台機器做出來 而且效能還很好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KOL就會自發性能站出來 就是開始幫他鎮言 講說這個東西真的很酷啊 我很喜歡這個brand 這時候他其實在聯名行銷的手法上 他就有一個他的利基點出發 而走的走法是像剛剛那些大的電競品牌 走不一樣的操作模式 好 下一個是衍生的效益 那所謂定義的衍生效益是指說 我相較於前面兩個 我還有其他更多的獲利空間 我不是只做行銷 我不是只賣東西 我還有其他的賺錢模式 這時候其實就是還蠻仰賴 你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整合資源這件事情 那這邊講的一個品牌是Cafe-in 不知道大家有留意過這個牌子嗎 OK 有人點了 他其實在台北算是很紅的一個品牌 那他的母公司其實是台灣 數一數二娜的那個咖啡的草賠廠 OK 所以他其實在原物料這一塊的能力是很強的 跨到2C的時候 他做的這個brand是以一個比較時髦 有創造性的態度去跟消費者溝通 那他一問是以後其實 在目前的咖啡領域裡面算是蠻大的一波戲牌 那因為他是比較酷的態度 所以他進來一開始玩的時候就是 我就開始玩聯名 是比較有態度的聯名 我跟就是插畫家合作 然後我跟服裝設計師合作 我就玩一堆聯名 把我的態度先展現出來嘛 所以吸引了一群就是 文慶也好 就是上班族也好 大家開始留意到這個品牌 然後在這個新的品牌推出了以後 消費者就開始產生新的移轉 那玩完以後其實就開始慢慢被其他品牌看到啦 有更多的談判籌碼 他跟雷電也推出他自己的聯名商品 用他的咖啡口味去推出他的千層蛋糕 然後甚至是跟食品業者去推 其實你吃咖哩的時候 你要配那個咖啡才是一個成人吃咖哩的態度 把它變成一種生活文化 然後他也玩三粒歐 但他玩的三粒歐 會讓我身邊的朋友 可能原本不是三粒歐粉的人 開始留意到這一波活動 他的做法是比較像是展演的形式做法 這是他們的旗艦店 OK 很大的IP就直接貼在 就是櫥窗上面非常的醒目 你一定不得不看到他 但他在他其他分店的時候 是用比較像是每個角色 你在這個城市裡面可以去打卡 創造他在他的粉絲來到我的門店以後的 進一波的流量 OK 那這樣情況底下 這個模式成了 他發現除了這以外 我其實還有延伸商品的空間 我可以開發出更多的延伸產品 除了飲料以外 我的餅乾 我的包裝都可以有延伸性 成了以後呢 他其實就把這個變成 他的一個商業的business的模式 他可以跟其他更多品牌來去做 就是檔期的聯名 就是他有空間的展驗 然後也有檔期的產品的研發 對他來說 其實他的獲利空間跟坦的籌碼 以及在消費者的定調之間 就產生更多有趣的態度 又呼應到他的品牌本身上面 那第四個講的是品牌精神 那品牌精神講的是指說 其實剛剛前面幾個案例 有的也講到品牌精神 但這邊特別列在品牌精神講的是 他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教育市場 可能你在市場上已經有一定的知名度了 你已經有一定的能見度了 你想想更深層內涵的東西 那這時候他的力度就會 他可能流量的轉換沒有像前面這麼快 但是他的力度當消費者被吸引catch到以後 其實他會著作在你這個品牌的時間點 就會變得比較長 那我們講的是家樂福 他在全球推出了 也是我們很長期的一個客戶 他推出了這個食物轉型計畫以後 其實如果你有去家樂福的門店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其實他們有悄悄在做一些聯名 只是聯名的太過隱晦 可能你沒有注意到 例如像非常簡單的那個香蕉 他把農民台前化 就叫金焦伯出來 金焦伯他是使用就是家樂福 要求的這個栽種的環節 透過產銷履歷來做一個認證 然後甚至有跟他們一起聯名的食戶三交 他是在那個瀕臨絕種的食戶的 這個生長的環境裡面去成長的 那他在做的這個過程中 就要求不可以施化肥 不可以有除草機 讓他們可以穩健的生長這件事情 所以因為要教育更多的市場 所以他就投入更多的廣告 可能是他EDM 相關的素材 社群 甚至他的實體裡面 然後要講更多更多的內涵 然後甚至他有做出他自己的網頁 然後去說明就是 當你今天你要到一個 了解我們這個品牌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有更深更深的文化意涵這件事情 那縱觀上述來說 幾個大要點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做品牌 我覺得你可以 抱歉你要做聯名 你可以檢視三件事情 第一個 產銷人發財 產銷人發財 產品就是所有的根本 就是非常重要 你的產品好不好 如果你產品真的NG 拜託你不要去做聯名 因為導到你品牌以後 這群人可能也不會留下來 第二就是你的夠不夠獨特 第三就是在講說 門當戶對這件事情 那品牌力這時候 在這時候就變得非常重要啦 這也是你一個談判很重要的籌碼跟關鍵 那聯名只是一個手段 你如何有效的策略引流 這群人才是真正最重要 你要掌握的事情 所以有個行銷方叫做 階段性行銷 其實你應該要去評估 你在這一波推出聯名的時候 你的前中後 你應該如何去讓他有效的 更有效的去讓他 預熱造勢跟發酵這件事情 據GraceGave為例 他是數一數二的線上鞋子品牌 他有自己的常態的商品 然後他也跟 你想到迪士尼任何的角色的聯名 OK 然後身子聯名少女戰士的聯名 然後哈利波特選怨風樂福寫的聯名 就是他一直都是以聯名打這個市場 而且陰影樂道 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他其實跟很多自帶流量的KOL 去做聯名的合作 那KOL的就是 這些人他其實都可以把他的粉絲 再導到他這個品牌裡面 成為他的其中一個價值 那他怎麼去做前衝後的預留呢 就是在商品上架之前 他其實就要KOL 就要拍很多網美的穿搭照嘛 然後大家就可以討論說 很漂亮啊 好想要啊 然後在上市的時候 他就會先預告說 我今天要直播囉 你直播有你的優惠碼喔 然後又有告訴他說 誰來買了鞋子啊 我再來抽一波我買單的活動 大家就開始討論分享 然後跟下訂購這件事情 那也因為KOL本身自帶他自己的流量 所以就有更多的媒體 願意去嘗試去報導跟曝光這件事 所以在現在社群的網路上裡面 很快很快講完一個聯名的議題 那其實在現在社群網路上 就是其實不怕你有話題 就怕你今天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沒有梗 沒有這個熱度 那你的錢砸下去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真的是看不到它的成效在哪裡 所以希望透過這15分鐘簡短的分享 就可以讓大家掌握這個聯名的小技巧 讓你的錢投下去的時候 小便也能力大功 那最後的小想提醒就是 記得在聯名之前 先把你的品牌透過我們的輔導計畫 然後把它整頓好 因為當消費者來到你這個品牌的平台的時候 他看到你的東西的時候 他是可以被吸引而留下來的 有任何的問題都歡迎進一步的聯絡 謝謝大家